你一样从1911年的尼海革命 户晓叶化 士办 那么到这个1911年的尼海革命 这个13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 那就是革命和改革赛跑的13年 比赛 看谁走得快 如果改革走得快 就会走得快 那它足以就是能够甩开后面的革命,甚至于能吸收革命的某些因素。 如果改革走得慢,或者走得不算慢,比较快,但是改革后面的革命突然得到了某种机会加速度的罪感, 那革命就会扑倒改革。 广州黄花岗烈士务员,安葬了72位革命烈士。 在辛亥革命之前,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经组织10次起义, 不过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死伤最惨烈的一次。 这班人,多数是22岁的那些留学生。 全部是同盟会的最精锐的精华。 同盟会发动的辛亥革命前, 或者是当地的帮会。 这次是固执一席。 原来那些基本上, 发动的辛亥革命, 或者是当地的帮会。 这次是固执一席。 人民的最后选择。 那没办法了。 他觉得接望了, 他就是怀有以死相平。 这次是固执一席。 黄花岗七十二年时之一的林郭文, 在起义前夕所写的与妻缺别书。 历史学者袁韦时, 印象深刻。 我很爱你, 但是我将你的爱, 转回来, 爱整个中国。 你看到我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是人间。 我想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 到他去生, 犧牲自己的一切, 来换取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的改变的时候, 就是说社会矛盾 已经到了非常尊重的程度。 一九零零年, 伊和团事件, 导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慈禧和光水, 要倉皇逃跑。 窮途末路的慈禧, 派兴亲王易康和李鸿章, 向八国求和。 在一九零一年, 签下薪酬和约, 赔款四亿白银。 中国政策, 宣军, 正是十九世纪, 村政府是中央集权的尊制政府。 他肯定有一个尊制政府。 他们在十九世纪的受外力量的冲击。 那幾次大的競爭 衝擊就解決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走世界各國共同的道路 用當時的話來講 學西方僅僅辯論了60年 這60年就是六次競爭 五次對外競爭 一次太平洋國 這樣犧牲了一億多人 說非定將死亡一億多人 然後我就說 你再不過也不行了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連慈禧太學都說要上山頂了 慈禧最終都要默許推行變法 諷刺的是變法的內容 其實不少是源自募述變法 由君主專制走向三權分立的改革 如戰再緣 第一 宣布宗旨 宣布宗旨呢 用現在的話來講呢 就是憲政第一 憲法治相 第一條就是這條 第二條呢 地方自治 為何自治法 又建立起地方的議會呢 那就是三權分立的架構 第三條呢 又保障公民的自由 他首先呢 就是要從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這方面入手 我讀來我也覺得很正經 為什麼 一百多年 不是生亡革命 是一九零六年 慈禧太學 接到他那個 一個去考察憲政的大神報告 是這樣說的 然後他就看出來 五年內實行憲政 一九零六年 五年 六五一 一九一一一 生亥那一年實行憲政 這讀來很痛心的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五號 慈禧病逝 繼位的已經是末代皇帝 普怡 清皇室對於當時的立憲運動 忐忌不安 但是又不得不推行 統治者始終擺脫不了 要保大清 還是要保中華的迷思 武昌起義之前五個月 清廷第一個內閣名單一出 舉國嘩言 十三個內閣成員 每人佔了九個 當中七個是皇親國戚 歷史上 稱之為皇族內閣 絕大部分同治都是這樣 共青中外都是這樣 只有極少數 特別就是高瞻遠足的統治者 他才會想到 只有救了中華才能救大清 如果你只救大清 你不救中華 那反過來 大清沒有了 中華也要跟著你 遭罪受難 要把中華民族的全民利益 置於你的統治階級利益 之上 這樣才能夠維持你的統治利益 這個是極少數的 統治者才會這樣 絕大部分 中常智利 左右的統治 都是保大清 或者是括號保某某 不保中華的 覺得自己強大得不得了 自己掌握了國家機器 你要來跟我分 我就動用 這個我掌握了國家機器 來鎮壓你 所以這樣就把這改革 讓改革一而戰 正而戰的夭折 最後 社會 揭桿而起 用更強大的 力量 推翻了這個國家機器 這就是革命 所以革命為什麼 勝利 它是建立在改革失敗的基礎上 中國人都很理性 不會一開始就跟你動刀動槍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棄義 各地接二連三發生兵變 一個月後 清庭公佈憲法重大信條19條 提出在年底前召開國會 起草憲法 清楚定名皇族不再擔任國務大臣 皇帝一樣要遵從憲法 可惜維持已晚 滿清皇朝滅亡已成定局 改革的代價顯認是最輕的 最少的 那麼 它這個道理在哪裡呢 就是說一個社會的秩序 不要亂 假如社會秩序一亂了之後 你重新穩定或者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很困難 它對價所付出的代價非常大 謝謝